今天是正月26日,观音开库,做得股民,都求偏才,不少都会在每年这个大日子,去观音庙排队借库,求平安兼财运亨空,今年经济这么差,又社会动荡又瘟疫,更加要去祈求保住份工兼百毒不侵。 谁知今年市区某人器官音庙今年竟因抗疫而取消开库活动,即是想者都无得借,连连捧场的股友听到自然是十级霹靂,讲完题外话,又讲回正题,其实,在不者眼中,新春至今,香港股市经已开库派钱,问题你够不够胆落长执? 至于展望后市,不者认为第二季港股市放会比较空险?主要有三个原因。首先,首季至今,大家都在憧憬内地会有多乐力刺激经济? 之不过,当三、四月,大家意识到首季的经济数据有多糟糕,以及当局在通胀升温之下,货币政策大受限制,刺激政策力度未如想象,股市成接将备受考验。 其次是,今年初以来,基本上香港所有行业都充斥着关分店、减薪、财源等消息,大家可以想象到,到了三、四月,市场进一步掌握疫情的影响和使到复苏所需要的时间。 相信届时不少企业会落实第二轮财源减薪计划,甚至埋单关门指食,年中前经济必将在现寒流,越来越多人加入失业大军,又或者实际收入大减,将进一步减少消费,甚至沽股沽流套现应急,资产价格沽压由此而来。 此外,首季股市旺场,美股等海外股市做好,亦为好友送上东风,之不过,美股升至现水平,股值已不算便宜。 再加上近日苹果公司已率先披露受内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导致iPhone供应受了及内地需求下降,若美企盈利未及预期,次季美股调整的概率甚高,中,港股市调整的压力亦颇大。 到底今年是不是五穷在现,不者认为可能性不少,若以述数角度看,今年五月会因土木多星逆行而有变数。 信不信由你,首季港股意想不到的开赴派钱过后,的以把握高位获利的话,钱放口袋就要袋袋平安, 不要急着买回货,忍守为妙,等见到下季减价大酬斌,才好想慢慢入市捞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